什么叫毫无人性 刚签订购买50架F-35战斗机的合同 转身就找法国商量要购买阵风战斗机 甚至还想着要购买咆哮者电子战攻击机 这位土豪就是今天的主角阿联酋空军 阿联酋空军的历史即使在中东也算得上短暂 毕竟1971年末阿联酋才成为真正的独立国家 到1999年阿联酋空军才由迪拜和阿布扎比酋长国空军合并 不过时间虽然短暂 但是阿联酋空军的实力可不弱 目前阿联酋空军使用的战斗机 主要是法国的幻象2000-9和美国的F-16E 在性能上都极为优秀 幻象2000-9是法国打索公司 在幻象2000-5的基础上研发的型号 其空战能力和对地能力有了新的提高 最大速度2.2马赫 作战半径740公里 最大航程3900公里 是新一代的多用途战斗机 幻象2000-5的基础下只有两个大挂架 挂了空对地武器之后就不能再携带油箱 而且严重缩短了对地作战半径 所以幻象2000-9研制了一种独特的基附挂架 可以双连装方式挂载两枚PGM-500激光制导弹 使其具备了挂载两枚激光制导弹 两枚大型副油箱六枚空对地导弹的挂载能力 最大起飞重量18000公斤 其使用的PGM-500激光制导弹配合RDI雷达 具备发射米卡主动雷达制导中程空空导弹的能力 值得一提的是 由于不发射电子波 完全不必担心地方雷达的搜索 其红外探测器也比AA-11等红外制导弹的 多点探测器的灵敏度增强了数十倍 可以在试距外探测 使飞行员可以同时击中多个目标 同时还其加装了美式武器通用的装备 既可以发射法式导弹 也可以发射美国导弹 而且RDI雷达不仅改良了对地攻击的性能 在反舰能力上也不容小觑 其可以控制飞与导弹同时攻击两个不同方向的船只 幻象2000-9出色的性能 使得阿联酋空军在2019年的时候 就与法国达索达成了一项价值9.29亿美元的合同 将对现役的幻象2000机队进行升级 包括升级安装更为先进的RDI-3雷达 安装新型的任务计算机 改造座舱显示器 加装TAL-LS光电瞄准吊舱 并对机体进行维护和延长寿命 而阿联酋空军所装备的F-16战斗机 可以说是美国F-16系列中最特殊的一个 其是阿联酋的专属定制版 上面的技术改动是所有F-16家族中最大的 也是F-16家族中技术发展最高的里程碑 在1998年的时候 阿联酋就与美国签订了一份 总金额为64亿美元的采购合同 要求美方为其在F-16的基础上 研发最新的型号 然后再购买80架这种新式战机 制定专属版就必须要先预付全额 所以64亿美金其中就包含了研发经费 平均每架战斗机的成本为8000万美元 之后阿联酋又花了20亿美元 为自己的新战机配起了所有的武器 包括758枚AIM系列导弹 1378枚AJM系列导弹 以及其他的武器弹药 当然阿联酋最想得到的还是AIM-120 在此之前 整个中东地区只有以色列 才有机会购买这种弹药 从外观上看 F-16E与美军之前的F-16C相比 机体结构至少有70%发生了改变 最突出的其实就是机翼两侧 各设置了一个即可拆卸的宝型油箱 这两个副油箱可以容纳1300公斤的燃料 飞机空重增加了450公斤 但使用了通用公司的新式发动机 将推力增大了35% 副油箱不仅没有对战机飞行造成负面的影响 反而因为副油箱的存在 增加了飞机的作战半径 而且F-16E的核心航电与飞行控制系统 是技术含量最高的地方 F-16其他衍生的型号的航电 采用的是一般军用的处理器 F-16E却被换为更高性能的处理器 仪表盘显示方式也全部采用大屏显示 同时对增强战术姿态的感知 以及提高操纵的安全性 有很大的帮助 同时加装了独有的AN-AAQ32 继承式前红外跟踪于导航系统 在座舱前还有标志性的球形转塔 即是基于猎鹰之眼发展而来的 红外前式探头 该探头可以旋转至飞行员目视的方向 并直接将前式红外前式图像 显示在多功能显示屏上 升级后的球形转塔 不仅具有导航前式红外功能 还具备空对空中目标的 红外搜索与追踪能力 飞行员只需要通过调整视角 便可以在夜间搜寻捕获敌机 并且将各种重要的战术参数 通过座舱中心的显示器 提供给飞行员 比如在空中加油时 显示器可以使飞行员监视 自己的当前位置和目标区域 无需耗费大量的精力 想象出战场姿态 使飞行员可以将更多的精力 集中在战术上 并且配备了三种防撞系统 分别是自动驾驶 预测规避 以及自动规避系统 使得飞行员在安全问题 得到了进一步的保障 高速数据网络将航电系统 紧密连为一体 另外还安装上了阿联酋空军 原有幻影2000机队 相同的数据链设备 保持了阿联酋空军 在作战时数据的互通性 除了以上两种战斗机 阿联酋还可能有机会 成为第一个获得F-35的阿拉伯国家 在2020年的时候 阿联酋就和美国达成采购 50架F-35战斗机的协议 之后更是传出了 还要附带EA-18G咆哮者的消息 作为目前全球仅有的一款 电子战攻击机 EA-18G主要用于压制敌方的战斗系统 目前全球只有美国和澳大利亚拥有 EA-18G不仅可以当作电子侦察机 收集各种电子情况 也具备电子压制的能力 可以进行电子干扰 甚至电子打击 使用反辐射导弹 摧毁地面的雷达目标 该机的各个方面性能都非常先进 航程载弹量等等 可以与F-18相比 并且能与五代机一较高下 在与F-22的演习对抗赛上 EA-18G凭借着电子战的优势 成功先限制并击落F-22 值得一提的是 阿联酋在敲定F-35战斗机之后 就转身找法国谈判 想要在2022年获得第一架阵风战斗机 为什么阿联酋要这么做 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 因为阿联酋不需要五代战斗机的隐身能力 而是对地攻击 要直接能够压制对手 显然在这方面 阵风其实要更胜一筹 其次F-35战斗机 其实也不适合阿联酋 F-35是一款非常先进的战斗机 这点毋庸置疑 但阿联酋空军用不到 仅凭目前装备的F-16 阿联酋就可以碾压伊朗和野门的胡在武装 F-35也只能算是锦上添花 而且阿联酋也和伊朗隔海相望 迪拜 阿布扎比 核电站等比较重要的地方 堪称与伊朗近在咫尺 一旦伊朗采用无人机 小炮艇 甚至是特攻渗透等对称战法 F-35显然起不来什么作用 只能当作一个武力震慑 不过阿联酋这些年来和伊朗几乎相安无事 靠的也不是军事威胁 阿联酋也知道这个道理 在之前面对采购F-35时 美国提出的无理要求 根本不在乎 美国不卖F-35给阿联酋 亏的根本不是阿联酋 而是美国 毕竟F-35对于阿联酋而言 就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五代战机 不过这个情况 是在伊朗没有引进S-400系统之前 一旦伊朗选择了俄罗斯的防空系统 仅凭F-16E或许无法对付伊朗 那么F-35和EA-18G就是阿联酋最好的选择了 对此各位朋友是如何认为的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评论 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